张华之书 将前鼓动国家未来主人翁 从小培养阅读习惯的意涵 接下来由金城中学师敏捷同学 诗歌朗诵入选张华之书 作者无成的诗集 重头戏则由张华县副县长张瑞斌 公布2010张华之书 并邀请张华师范大学副校长林明德 介绍选书的过程 我们张华县为了要落实推动阅读的 文化 能够让大家了解我们张华 其实就是文风鼎盛 人文汇翠的一个地方 让大家深刻的来认识文化的张华 书香的张华 能够了解我们张华文化的底蕴 所以我们特别推动了 这个所谓来 这么一个投票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报告说 那么这个票选的结果呢 我们要堂堂的 跟我们所有的乡亲 正宗的推荐 我们中华官 改记彰化县级本土的作家 这个作品谈论是我们中华官的一草一木 这个我们这一块土地的四本好书 第一本就是康源老师 他写了报导文学的追踪中华平原 第二本书呢 是萧萧老师他的三文 就是放一座山在心中 第三本就是无诚老师的无诚思前 第四本就是大家最怀念的洪行夫老师 他出版的 有一本其实现在已经绝版的 田庄人产生人这一本书 那么总共呢 这四本的好书呢 我们要推荐给我们中华官的乡亲 共同来参与 来阅读 让我们的心胸更加的开阔 让我们远光越来越圆 在公布书单之外 本次记者会同时邀请彰化之书的作者 康源萧萧 及已逝世作家洪行夫的母亲林才卵 在会场与大家见面 让大家除了从我们尊敬的文坛名家 深花妙笔之下 领略彰化的文史和内涵外 更借助与作家分享心灵的感动之余 扩大我们看自己家乡的视野和层次 那这次我们公布我们彰化县 2010彰化之书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些好的书 这些代表我们彰化县的书 能够推荐给所有的民众 能够让民众能够亲自的 来阅读这些属于我们彰化的好书 另外记者会现场也看到 彰化县26乡镇市立图书馆 馆长们到场共襄盛举 以宣示共同推广 2010彰化之书全民乐阅读活动 而各乡镇市公所也欢迎 在办理一乡镇一书的活动 希望让阅读普及彰化县各角落 请不吝点赞